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建议使用新鲜的鸡蛋 太新鲜的鸡蛋会非常难剥壳 最好使用摆放超过一周的鸡蛋 准备一锅水 将清洗好的蛋放进去 然后开大火加热 水开始有热度后 就可以用汤匙稍微转动画圈 这样可以让每颗蛋的蛋黄都在正中间 煮到水开始大滚后 就可以盖上锅盖 然后关火 让它们20分钟 20分钟到了 我们来开盖 将煮好的蛋放入冷水中浸泡降温 我会把煮好的蛋再拿到水槽下冲水继续降温 反复的冲水浸泡降温 一直到水煮蛋完全降温后就可以了 现在准备来敲水煮蛋 在水煮蛋气势的地方 先用汤匙轻轻的敲破 然后再将水煮蛋边转圈边轻轻敲出裂纹 不用太大力敲 只要让水煮蛋表面的外壳有裂纹 但是蛋壳还是牢牢的附着在蛋白上 将水煮蛋敲出裂纹 除了能让煮出来的茶叶蛋更加入味好吃 而且也可以做出美美冰裂纹的茶叶蛋 我喜欢用铸铁锅来煮茶叶蛋 因为铸铁锅受热均匀 保温时间也比较长 现在准备来卤茶叶蛋了 卤锅中放入拍破的草果一颗 放入八角两颗 放入肉桂三颗 加入盐五颗 加入冰糖二十颗 加入阿萨姆红茶包两包 将茶标减掉 加入干的小香菇八颗 加入酱油一百颗 加入水一千克淹没过水煮蛋 将锅子移至火炉 然后开火加热 盖上锅盖煮至沸腾 用汤匙稍微将比较上面的水煮蛋转动一下 然后盖上锅盖 转小火卤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到了 关火热泡至冷却 茶叶蛋的乳汁已经冷却了 我们继续开大火加热煮至沸腾 用汤匙稍微将比较上面的水煮蛋转动一下 然后盖上锅盖 关火热泡至冷却 这样的动作要重复做五次 除了第一次加热沸腾 卤二十分钟 然后热泡至冷却 往后都是加热沸腾后关火 热泡至卤汁冷却 总共是五次 所以加上第一次卤煮 总共是卤煮六次 热泡六次 现在准备要来剥茶叶蛋了 茶叶蛋已经卤得很入味 颜色也很漂亮 外表有很漂亮的冰裂纹 要做出好吃又入味的茶叶蛋一点都不难 步骤其实都很简单 但就是要有耐心 就是要反复卤煮与冷却静置 才能让卤汁完全卤进蛋内 这就是绝对入味好吃的茶叶蛋秘诀 都要让茶叶蛋最入味好吃 建议第一次煮完后 就能静置到隔天再加热一次放凉 缩短炉煮的时间 长时间让茶叶蛋在卤汁中浸泡 能让茶叶蛋吃起来蛋白Q 蛋黄绵密 冰进冰箱冷藏 冰冰的吃也很好吃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喔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